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旗带跟旗带血可以一起使用 反而效果比单单旗带血使用更好 OK 对 因为旗带血跟旗带 它其实可以相辅相成的 比如说我拿弟弟的旗带血给哥哥用 哥哥一定会有一个排斥反应 哪怕它是配上对 它还是会有排斥反应 因为它不是自己的东西 对 但是怎么样克服这个排斥反应 旗带的肝细胞 它有一个很奇妙的功能 它可以降低这个排斥反应 所以它可以把旗带血跟旗带 两个一起用 是来给哥哥用 给父母用的时候 它可以降低这个排斥反应 对 然后呢 这个旗带它还有一个消炎的作用 所以在移植的过程当中 身体如果有一些炎症反应 它可以来有一个消炎的作用 对 它有这个作用 然后它还再加上 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 所以科学家已经证实 旗带血跟旗带一起使用 比单单旗带血使用 效果可以达到六倍的效果 所以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对 因为大部分的人说实话 都只有听过旗带血旗带血 真的知道旗带血真的很神奇了 没想到其实旗带更神奇 而且双效合一变得非常神奇 旗带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 旗带血是没有的 旗带血呢我们就讲说 如果你弟弟给哥哥用 要经过配对 那弟弟给奶奶用 更是很难配上 对 但是旗带的话 是不需要经过配对的 它因为它不会造成一个 很强的排斥反应 反而它对免疫功能 有一个调节 所以在使用旗带的时候 你如果储存了这个旗带的话 它不需要经过配对 您的父母可以使用 不需要配对 您的爷爷奶奶可以使用 也不需要经过配对 所以这个就是应用范围 就要广很多 对 单单旗带血 储存要广很多 OK 那这样子我们来说好了 我们就把数字算得更精准一点 像旗带血 我们如果可以取出 60到120毫升 进去算非常多了 像旗带 到底哪一部分是有兼职干细胞 我们又可以萃取出 多少兼职干细胞 怎么用呢 旗带的话 我们通常是要减6个厘米到12个厘米 这样一个长度 那我们减下来以后 这个处理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其实现在能够把旗带处理 把干细胞提取出来的公司还不多 所以这就牵扯到 我们等一下要讲了怎么样选择公司 很多公司它几乎是没有这个技术 来提取这个干细胞 对 能够提取干细胞的公司比较少 那最后我们这个干细胞是把旗带 组织里面的干细胞提取出来使用 如果单单是组织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对 所以最后我们干细胞提取了以后 旗带还有一个跟旗带血不同 我们刚才讲旗带血 我们实验室里面是可以复制 但是FDA还没有批准 但是旗带的这个干细胞 实验室里面可以很容易的复制 所以我们现在说 大家都担心这个量的问题 在旗带这一头就不用很大的担心 因为它可以一代的旗带 兼职干细胞可以复制成两代 而且在实验室里面 比较容易的做到这一点 但是还有一个诀窍 就是不是说我一百个客户 我一百个客户都guarantee 保证你这个旗带的兼职干细胞 是一定能够复制成功 不是的 每一个人的复制能力不一样 有的一个可以做一个 有的一个可以做十个 所以每个人的复制能力不一样 那你复制能力不同 就牵扯到你最后它还是要求 出来的result是多少 很多这些问题很多公司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它没有这个技术 OK 因为您刚刚讲的这个 其实说是真的话很专业 你说一个新手爸爸妈妈 照顾十个月的怀胎都已经非常辛苦了 你要怎么一点一点去选 对不对 可以给我们几个大的指标吗 对 其实我们很多父母 说老实话 留不留期待选 选择哪一家公司 真的是非常confused 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有的父母觉得说 我自己去看就好了 我也不要听你们讲 其实这个看不是每一个爸爸妈妈 那么容易就可以了解 这个生成方面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第一点我觉得大的方向来讲 就是很重要的是 这家公司是不是拿到了 美国血库协会的一个认证 那么期待血 有期待血 我们叫AABB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lood Banks 这个认证 期待血都有期待血AABB的认证 期待也有期待AABB的认证 是不是这家公司有期待血 也拿到了AABB的认证 是不是期待也拿到了AABB的认证 就像我们去看医生 医生要有执照 妇产科有妇产科专业的执照 小儿科小儿科专业的执照 这个也一样 你存期待血 期待血专业的执照 期待期待专业的执照 这个来讲 对父母来讲 比较容易来认识 识别说哪一家公司 有没有这个AABB的认证 所以这个是一点 从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就是要搞清楚 你最后储存下来的东西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很重要 这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不清楚 他说我存了期待血 我也存了期待 但是如果你存的东西 不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干细胞 而是存的期待组织的话 那等于是存了一半 然后你后期你还要付款 这个才能用 对 所以不要看说公司便宜 它便宜 它因为很多步骤跳过没做了 OK 它如果没做的话 它可能是价格上比较便宜 但是你后期要用的时候 你还得付款 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用 对啊 都不知道 而且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对啊 它的活性 对 它所有的cell在里面 到底有多少是可以用 多少不能用 你都不知道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guaranteed 像我们很多客户 他选择的时候 存的时候 他当然都是想存 但是如果说 也不是很多 就是有一些客户 到最后我们跟他讲说 你这个量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 那我们建议你放弃储存 我们会跟客户讲 我们会很honestly honestly 因为这个是要有一个 对客户要有一个保护 责任性 责任性 如果你没有达到他可以用的量 他要用的时候 你这个公司有责任的 所以我们都会跟客户讲 你这个量没有达到 这个一定的标准 所以我们建议你放弃储存 虽然但是有的客户 还是会要储存 因为他说可以复制 可以怎么样 但这个是客户的选择了 但是我们有责任 要告诉客户 对啊 不要就像 对有些公司 如果说就是这样 我们就存了就存了 也不用讲太多了 我们就这么存了 有的父母还说 我不管这个技术怎么样 我就是看价格就好了 我就是存就好了 但是价格很重要 对我们每一个新生儿的家庭 价格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也要知道说 我们这个价格 性价比来讲 我们这个价格 最后买的是什么东西 尤其我们其实这个东西 是为了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心态 我们买了 觉得我们给孩子买了 一个宝藏 给家庭买了一个宝藏 到最后如果不能用的话 会非常的 难过吧 非常的难过 对啊 因为你想想看 你看我们如果说 血液型的疾病 我们可以用造血干细胞来帮忙 如果今天真的不幸得到了癌症 或者是神经系统的疾病 我们可以用期待来帮忙 可是如果你两个都存了 可是到时候发现 要真的可以开始使用的时候 这个又少了 那个又不够 我觉得心真的会量一大节 所以这个就会造成很多将来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我们就我们公司来讲的就是希望说 我们事先把所有的这些都告诉科夫 在最后的一个储存证书上面讲得非常清楚 说这个是你存了多少干细胞 是不是可以使用 有没有污染 将来能不能增生 这些东西都讲得清清楚楚 OK 但是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有这些数据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在美国 你这个白紫黑字 就等于是呈堂证供了 对 对 对 你就把你的呈堂证供证据摊在太阳下 很明白透明地告诉大家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很重要 对 有些公司是没有这个数据 所以对科夫来讲 很重要要知道说 你存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些数据 这个很重要 因为医生他做移植的时候 他也需要知道这些数据 你如果一家公司拿出来 没有造血干细胞的数据 没有期待兼职干细胞的数据 医生怎么做移植 医生都不能做 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 医生连这些都不知道 他连最基本的报告 你现在到美国在哪一个院 开个刀 你都要先把验血报告 所有都准备好给他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 所以选择公司三大指标 第一个就是有没有AABB的 这样的一个认证 对 第二个我们就是要看 其实这一些认证里面 到底有够存的 到底够不够 如果不够的话 所有都要白纸黑字 在契约上面写清楚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今天要储存 期待血或是期待的时候 一定要当场 就可以把它萃取出来 而不是事后再来 把这些事情准备好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我们很多客户 不了解这个情况 其实期待血储存 我是听医生这样跟我讲 最好是在当地的期待血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期待血 你一带血收集进去以后 它是一个无氧的情况 那在这个无氧的情况里面 你时间越长 它这个干细胞的活性 就会得到影响了 对 那你干细胞活性受影响 在最会影响到你 最后移植的这个效果 所以如果你一家公司存下来 你要运送的时间很长 在无氧的环境下 待很长时间 那就没有说当地 你如果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就到的 这个公司就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 对不对 就是距离性 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 对 今天非常谢谢陈经理 来到我们天下综合谈 跟我们讲到了 许许多多有关期待 还有期待血所储存的方式 当然了 现在所有的新手父母呢 我想他们的教育程度 应该也都是 至少有大学以上了 所以其实选择期待血银行的 这些指标性 尤其是认证啊 甚至是什么时候 要萃取这些期待血 或是期待 都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 天下综合谈 4月份的每个周五 PALA Casino 都将送出一台全新 2016 Toyota Highlander LE Plus 以及1万元奖金